大家好 大家好 有看我一條頻道的網友 都有些印象看到我後面背景的地圖 這個地圖就在香港帶過來 英國這說 不是我現在回到香港 為什麼我喜歡一些地圖呢 以前在我的工作環境 我的辦公室的位置也有一張地圖 在我家裡也有一張地圖 為什麼我喜歡放一些地圖呢 就是以往我很喜歡去旅行 我經常來不來去看看地圖 有些什麼地方 我還想去 這次我就想跟大家去講一些關於政治的話題 不過在講之前補充一點 我這條頻道主要不是要來講政治的話題 不過我在這條頻道也說 政治往往也影響很多人的人生命患 即使你不關心政治的人 其實你都會受到政治的因素 會影響你的人生命患 他現在在香港 就是一個簡單的例子 很多被一個政治的問題 都要很煩惱地考慮到底離開香港 還是仍然留守在香港 當然也有很多人已經離開了香港 包括我 我又再有少少特殊的情況 我因為一些的 各國參與過一些的運動 一些的香港社會運動 被拘捕過兩次 以防一些的風險 都是提早 早點走了就算了 暫時 那我跟著想跟大家講的政治的話題 就是希望給一些仍然想走 但又或者沒有能力去走的一些香港人 很憂心 如果你想走 你對那個地方沒有歸術感 但又因為走不了 那你心裡有時候都很不舒服 那我這次講這個政治話題 就想給大家去參考多一些事情 因為有時候 很多香港人平時以往 尤其是以往 就不太關心一些政治的問題 也不太過了解那些政治問題的變化 而我自己呢 就過往 尤其在我自己朋友圈 就很多朋友呢 都知道的 我自己心裡的朋友圈 就是我 由這個 八九年六四開始 就開始 醒覺 對於參與政治那些事情 為什麼要關心政治的事情 開始醒覺 我過往呢 早在03年之前 特別是03年之後 多了很多遊行活動 我基本上都一定會參與 尤其是六四晚會 那些 我是很關心社會時事的一個人 一個普通的香港人 我都經常花時間去參與很多一些 不同的一些政治遊行活動 所以我對這方面 可能給很多不少的香港人 有多一點的了解 而我自己呢 我自己個人的Facebook 曾經呢 在2019年 我就說過 在我2014年那個 那個 戰領運動呢 我就跟別人提出過 我自己去預計 中共呢 他 在當年 2014年 我就說 中共呢 快呢 三至五年 萬七至十年 他就會有機會倒台了 那2014年 三至五年 或者七至十年 十年 大概呢 去到2024年 那我為什麼這樣說呢 我當時跟我做生意的拍檔去說呢 因為我那個拍檔是屬於那些 如果用現在香港的政治氣氛形 它屬於藍絲那些人 其實我自己個人都在頻道說的 我就不是很特別強調什麼藍絲黃絲 那樣的 那我一些相對是 等於藍絲的朋友呢 他當時跟我說 聽到那樣 說當時 2014年 中國的經濟都仍然 很好的 那 那 為什麼會 會有倒台的風險啊 他形容我呢 我不記得形容我天荒夜譚啊 那些人說夢 那類的說話 我實質 我都不記得 大概用這些說話這樣說 那 但是呢 如果大家去看這幾年 這幾年 其實 中共那個情況 其實一直是走下坡的 如果有時候 有些 那些 當時有聽到一些不同的人士 一些網台的 一些網台的 就要看你懂得去選擇 去看什麼網台 那些的可信性程度高 因為現在網上世界 有很多一些 似是而非的 又有啊 一些人士說一些的說話 那 就要視乎你自己 懂不懂得去找 去找些什麼人的 消息內容去聽 那 那我自己呢 就有七個的 至少有七個的觀點 看到 我當時就已經看到 再加上 因為我自己當時 做生意呢 看到上面 東莞 我們當時做的 絲綢布料製衣 那些生意行業那些 那些 看到那些工廠 是每一年是萎縮的 譬如今年幾多萬間 明年又少了幾百間 因為逐步一年少 那這些 這麼小微的因素 有些人未必 這麼容易知道 尤其是 很多不了解政治的 不關心政治社會 時事 這些人士 那我自己看到 我當時已經看到 有七點的 是影響 這個 中共 他那個 那個 盛勢 他那個盛勢 最高峰 我印象 如果沒有記錯 大概是2008年前 啊 2003、2004 那些 那時候 那些 好像最高 是他那個 經濟 增長 好像是22、23點 這個全球 當時只有他一個 還有 奧運 那個 舉辦權 當時 整個 中國 好像非常之強勁 那樣 很多 身為一些 所謂的中國人 都突然間 那一刻 都覺得自己 很有民族的優越感 那些 都是假象 我自己看到 七點 跟大家先分享一下 其一就是 自從 2012年 習近平 上台之後 我看到他慢慢 有一些事情 就是 當時那個 其中一個 政治常委 周永香 還有那個 上海 我忘記叫什麼 職位 叫薄熙來 還有一個軍口的 徐才厚 被他用一些 貪腐理由 鬥了下來 那 還有看他的 那些 有時候看一些 社會時事 那個領導層 你看他的行為語言 性格 有時候你都會猜到一些 的跡象 將會有些什麼事情發生 那 當時 習近平那些 行為說話態度 就 讓我看到 他 初初被 選擇 這個主席的時候 可能 他可能自己都有一些本事 就是隱藏自己的野心 好像一個很乖 很順的人 那 給江澤民 那 就可以用到他 但是用到他 只要 他慢慢得權 得總權力 慢慢有勢力 的時候 他就慢慢顯露了他那些 有野心 那些出來 那這個呢 就是我其中看到一個 因素 而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 習近平 當時看到的資料 原來他知道 其實是大概小學程度 連中學的程度都沒有 如果他過往的背景 那他自己不知道 好像就說他是怎樣 有些什麼博士學位 那網上已經很多人 那些專業 那些 那些專業政治話題 那些專業人士 時事評論員 就已經指出他這些 那其實他是 小學程度 那是一個 有權力的人 而又沒有什麼 學識的人 那其實就類似 滿清政府這個 當年滿清政權 慈禧太后的情況一樣 那他又有權力 又有野心 又有好鬥 一上課沒有幾率 就鬥低周永康 薄熙來這些 徐才厚 那這個就是其中 我看到一些 將來會出問題的因素 那第二呢 人類的行為 很喜歡內鬥 很喜歡互相鬥爭 而在中國共產黨 或者共產政權 獨裁政權 尤其是中國共產黨 這類的政權 那個內鬥的文化 就更加會濃烈 而 正是因為習近平看到 他有這樣的情況 那這個內鬥的情況 就會令到 他遲早都會出事 就像現在看到了 發展到今時今日 相對更多人 是看到的 就是那個內鬥的情況 就是 近期上海 有很多封城 那些什麼 有些時事評論員 都形容這個 評論這個 都是江澤民派系 那些上海幫的人士 就和習近平這些 在鬥 所以導致這些問題 那些內鬥會導致什麼 情況呢 習近平就不同 毛澤東 和鄧小平 他們這些人物 就過往有很多 在你那個 軍事的圈子裡面 一些軍人的圈子裡面 建立了一些勢力 而習近平呢 他是沒有的 他不是這種 所以這些內鬥 他相對就沒有以前 毛澤東 鄧小平 那些權威 更穩重的 所以這些 其中也會影響 一些在他裡面的一個政權 一個不穩定的因素 好 第三 也都很重要 就是經濟 經濟呢 我當時看到 因為我自己當時都做生意 看到一些情況 那些表面上那些 好像很風光 其實那些的增長呢 去到溫家寶的年代 已經經常強調要 補七補八 或者補六 那些什麼叫補七補八補六 就是那個 經濟的增長 多少個百分比 那他由最高峰 如果沒有記住 就是二十二三個百分比 然後一路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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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到只有六七個百分比 那些情況 那些現在的六七個百分比 這些經濟會導致 什麼問題呢 一個國家的政權 如果經濟越來越差 不穩定的時候 他的政權 也都會相對 有風險 那這些 還有 如果經濟一路差 差到一個地步 就是你曾經 有挨過盧斯 內施 突然間你變回做黑衣 那樣 你就很難會接受 這個生活 這個會影響社會的不穩定 有風險動盪的情況 其實在過往這幾年 其實在中國大陸也有一些不同的小規模的暴動 我記得其中一個叫烏坑村 好像在廣東省深圳附近的地區 曾經用一些懷游政策放寬獎下來 但後來放寬獎之後又去捉那個村長 這些反映到其實裏面在國內 中國大陸裏面很多一些小規模的不滿 其實正在醞釀中 只不過被他們壓下來 香港人如果不了解這些事情 不關心他們也根本不會知道 這個經濟是一個情況 我當時也看到 你每年在一個中國大陸十幾億的人口 每年至少有一千萬的青年人出來畢業 你沒有工作做 你的經濟差慢慢 你的失業率就會上升 一直一年會差下去 這個就會影響一個問題 好了到第四 以今時今日就不同意 今時今日那個科網的科技 有很多的消息你不同意 以前可以禁得到的 你怎麼禁啊 怎麼禁都會禁 總有呢 會有機會流出 那你在這些獨裁的政權 最怕就是一些醜恨 惡恨這些事情 給世界人士去知道 給其他人士去知道 那你這些事給別人知道呢 就會成為世界各地一些話柄 一些抽情女 怎樣各種呢 那你不同以前 那你有什麼不好的事情 那些真相呢 都會禁不住的 給別人去知道 那這個呢 也會對一個獨裁政權 是一些不利的因素 好了到第五 第五 第五就是一些偶然因素 和一些類似的蝴蝶效應這些問題 什麼叫偶然因素 政治的事情就是這樣 譬如這個 九零年代蘇聯突然之間倒台 跟著骨牌效應 又到了這個東德啊 東歐那些的共產政權 骨牌效應 當時也都沒有人呢 會估計得到的 那是因為什麼呢 就是可能也都是因為 因為一個牽連一個 那這些就是蝴蝶效應的因素 那偶然突發的因素 譬如一些某某的人物的出現 他的轉變 他的態度 譬如特朗普上台之後 在2018年 開始和這個中共打這個貿易戰 那這些就是一個人物 會影響一個整個的局勢 的變化 那因為特朗普 那間接呢 就導致這個 還有一些突變 剛才說的就是 香港的反送中運動 2019年 然後到2020年 又有一個病毒的疫情的出現 搞到現在還未完 甚至搞到現在中國大陸 上海 如果大家近期有留意 上海現在呢 就很風聲可淚 到底會演變到什麼呢 已經有很多的上海民進呢 表達一些不滿的情緒了 甚至有人叫反習近平這些 這些事情到底最後會演變成什麼呢 暫時呢 沒有人知道 但你大概已經可以看到一些跡象 正在發酵正在演變 這些還有就是俄烏的戰爭 俄烏的戰爭呢 俄烏的戰爭呢 又牽涉了這個普京 我來英國之前 在香港也有一條影片 都說了 我說普京這次的豪道 其實已經等於它 是一個末日的倒數的階段 那到近期呢 近期有些影片流出呢 他就跟他那個國防部長 叫少依故 那開會的時候 那些身體語言 給歐洲世界的人士去解讀 他應該是有一個身體健康的問題 要這樣坐在那裡 還要雙手捉住桌子 跟著坐在那裡 有駝背 那樣 頭縮起來 那樣 這些種種的身體語言 反映普京已經有一個健康的危機 那跟中共拼權有什麼關係呢 普京這些人士 那跟中共的習近平呢 他們就等於一個唇齒相依的一個關係 就是隨便一方面有問題 尤其是俄羅斯 普京如果被人做低了之後呢 就會引發一個牽連效應 就會影響習近平的勢力 那這些種種的 還有就是歐美世界呢 以前 由這個 即使啊 不是啊 特朗普啊 特朗普下台之後 拜登上台 那時候就有人怕 拜登上台什麼 China Joe 我那時候也跟一些朋友說 美國的社會文化呢 就不是一個人主義來的 他有很多東西影響 而且他上台呢 就可能變令 因此證呢 雖然說美國有民主制度呢 但是拜登這類都是一個 一些政治人物 一些老監計劃啊 那些的 他只是看利益去做事 不過他被人避免一個制度 如果他不是一個 美國的民主制度 其實可能他也是演變成一個獨裁的人物來的 而現在那個歐美世界呢 對中共的態度就不同以前了 以前都會做你 顧忌你啊 客氣啊 但是近這兩年呢 已經看到很多事情都不是的了 尤其是去到近期 現在那些 即是有一個地圖 只在南中國海 你知道嗎 有多少各國的軍艦在這裡啊 在遊役著 那這個顯示了些什麼呢 其實歐美世界已經開始 跟以往那種跟你做生意合作的關係 就已經演變成一種 提防你 顧忌你啊 這些這樣的態度 就已經跟完全以前是不同的 那會有一個什麼因素呢 就是 已經是有一些 隨時會有機會反面 反面 也會造成 這個中共 那個政權 那個的壓力 那最後呢 都不是最後第六點了 講到還有一個歷史的因素 歷史呢 就是 給我看到的 歷史的情況就是 他就好像一個 有時候會走前三步 就是那個歷史 人類歷史的文明證 走前三步 偶然又會退後回兩步 即是當年俄羅斯 不是 當年蘇聯 他瓦解了 葉利欣上台 葉利欣上台呢 突然跟 美國 克林頓那些好朋友 好朋友 好朋友 甚至那個什麼 叫木曳宗呢 那些人呢 社會學家都會認為 那時候的世界相對安全 那葉利欣呢 就親美國的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克林頓 那那個克林頓 那大家 有計謊 相對和平很多 那 但是因為 後來又被中國 普京上台之後 又會轉回那個 變了緊張 慢慢緊張 就好像走回頭 同樣 人類的歷史呢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有時候呢 那時候呢 那些文明程度呢 又會走前幾步進步 但是偶然因為 某些人物的角色 又會導致 可能呢 又會退後兩步 但是 終歸呢 他都是 慢慢都會向前走 現在現代人類的社會 都相對沒有以前 那麼野蠻 你即使是 即使是 共產黨的獨裁 他最多都是 尤其是在香港 他都會找你坐牢 如果抓了你 是不是 但是如果以前的世代 不只抓你坐牢 在你坐牢之前 可能已經虐待你 打到你殘廢 甚至是動一些 譬如以前皇帝的年代 說殺你就殺你 這個就是人類歷史 那個 進步 那個程度 雖然緩慢 但是都會進步 那這個就是 還有一件事 就是在歷史裏面 也有些社會學家 歷史學家都看到 雖然獨裁政權 他們的壽命 其實有些快的 大概二十年左右 就會倒台 慢的 有些可能都會 七至八十年左右 他們都會倒台 有些快的可能 在中途三四十年 就已經倒台 當然有些特殊情況 有些過往的歷史 會長一點 就算不要看太久 近期這個 近一百年來 有多一些 譬如二次世界大戰 希特拉 日本 日王 用那些獨裁的手段 去攻擊對方 都會導致他滅亡 滅亡 倒台 這些 而今時今日 好像普京 在今時的二十一世紀 他竟然主動 去出兵 去侵略對方 他以為在八年前 吃了這個克里米亞 再加上 這些就是剛才我所說的其中的因素 一些突變 和一些胡蝶效應 可能因為特朗普落上台 令到普京 再加上看到 拜登在處理阿富汗 那些 上年一次理阿富汗那一堂 這麼難看 更加令到普京膽大了 打算再 因為他自己在俄羅斯的聲望 已經沒有以前那麼高了 開始在上年 在上年二月頭 已經有人 大規模在俄羅斯 走出來反普京 他可能只是以為知道 感覺到自己的聲望 沒有以前 他打算去搶烏克蘭 讓自己的權力更加穩固 但可惜 這次他就倒輸了 這些就是偶然 胡蝶效應的因素 也是一個歷史裡面 看到很多時候 很多獨裁政權 去到某個位置 或者某個時期 都會有很多不同的因素 有些可能突然一個人物 出現的因素 就會令到他倒台 就像這個 如果沒有幾歲 就是特尼斯 即是 莫里花革命 莫里花革命 中東的 很多其他國家 因為一個小市民 一個小市民出來 我不記得 因為一個小市民的問題 導致出來 引發了群眾的抗議 而形成為一個 反一個獨裁政權 一些運動 結果當時特尼斯亞的 那些獨裁政權 就倒台了 這些就是歷史 讓我們看到這些事情 大概 有一些內的獨裁政權 去到七八十年 他都會倒台 而現在中共正正去到他們 七十年 七十年 七十一年 我都不記得 他那個盛世的時期 已經是完結 開始逐步 現在一直走下坡 這些就是一個 種種的跡象 讓我們看到 好了 最後 大家再說 即使從一個圓學的角度 和一些歷史顯示 香港 又真是一個福地 尤其是如果你對比大陸 各國的城市 即使對比最好的上海 那些 北京 那些 香港仍然是一個 相對的福地 即使從一些歷史角度 以往香港是一個小漁村 正是因為小漁村 在中國很多以往的歷史戰爭 它可以置諸到外 因為它沒有一個戰略的價值 反而在這麼多的各國朝代的真戰 打到你死我 在香港的小漁村 那些地方 相對 避過很多戰爭的苦難 好了 到這個 滿清和英國鴉片戰爭 正是因為這種戰爭 又導致香港 間接 租借給英國 令到香港 這個不知名的小島 在一百多年來 成為現在現代 是一個其中一個 觸目的城市 繁榮 富裔的城市 你說這是不是一個 香港 是一個福地 要從來原來 好了 即使從來一些 即使你有冷 香港 全球都有問題的時候 二次大戰 它比日軍統治 三年零八個月 相對受苦的年期 亦都比其他地方 那些小禍 那些天災人禍 亦都相對比 日本有地震 凡真打風 又被馬尼拉 擋一擋住 來到香港 相對剩下的風力 都比較弱的了 即使天災人禍 這些問題 亦都相對少 就算過於兩年 即使疫情 所謂COVID-19病毒 這些 對比世界各地 亦都是今年的 Omicron 才爆發得更厲害 但是 相對對於香港的影響 如果對於其他全球的地方 亦都相對少 所以 在種種這些事情 大家去想想去看看 你覺得香港 是不是一個福地 只不過現在 就受制於中共政權的影響 很多人就很害怕 離開還是不離開 有些能夠有好能力 離開的人 就離開了 類似我那些 再加上我那裡 有些特別的情況 因為被警方抓過 一些暴動罪 例如理工大幕事件 以及之後一些事件 我們這些 我都不是馬上走 等了那麼久 終於現在走過來 因為還有一些 在香港的自由環境 越來越缩責 沒有辦法 想早些去安全起見 但如果 又不是像我那些 有被拉過的 即使你又走不了 我給了一些參考 好 其中的 我給大家看到這些事情 即使你真的走不了 你不要太過分恐慌 驚慌 當然了 如果你有能力去繼續走 那就走 安全一點 走去先 至少自由一點 即使你真的走不了 香港的市民 也不需要太過分 去憂心 緊張 你先搞好自己的生活 和精神情緒 因為有些人 我又走不了 但又很不開心 經常都屈住屈住 那樣事情 又過分很擔憂 可能影響你一些 心理精神情緒 你都可能變成 沒有事都變成有事 在他還沒光復之後 你已經變成 自己搞不停自己有事 所以即使你走不了 你如果可以參考 我剛才所指的一些 種種的例子 如果我剛才說 我在2014年 就 估計快了35年 慢了7至10年 其實現在已經到我所預料的時間 2024年 就是這個10年了 現在看到香港今年 習近平11月份 他能不能夠連任到呢 如果他連任不到 即是他的權鬥 他失勢 香港會有一段短時間的喘息一下 即使他連任到 即是他鬥贏了 但現在 在歐洲歐美世界的政權 那些領袖 其實已經對他是很不滿意的了 有很多的政策 其實都看到 包括那些 尤其是那些大企業 歐美的一些大企業 已經陸續 退出這個 中共 中國的市場 這個也都會影響 他的權力的問題 而如果普京在今年內 普京自己都搞不定 倒進台 也都會加快到 習近平的倒台 或者中共權力 那個倒台的機率 所以 如果按照我剛才的時間表去參考 即使你真的走不到 但你又 普通的市民又沒有什麼 又沒有被他拉過 那你就暫時做著順民先咯 做著順民先咯 為自己做好一些準備 那這些準備的意思 各個人可以不同的 那你 暫時做著順民 忍受多 快了一兩年 最快可能今年 已經有一個突變了 萬則 因為還有美國那邊 他們的選舉 今年就是他們 其中一個中期選舉 這個共和黨和民主黨邊邊的人長 今次看來 這個勢就很大機會 美國共和黨會上台 而共和黨上台裡面 有很多的鷹派的人物 其實都是 對中共政權是不友好的 還有其他因素 就是有機會 如果我聽過一個消息 如果共和黨上台 他們有機會是 罷免 彈劾拜登 因為他夠票數 特朗普都被人 彈劾罷免兩次 不過不成功 如果共和黨上台 彈劾拜登下台 然後再彈劾 何錦麗的副手 跟著就說 將特朗普推上去 做他那個 現在民主黨 林斯布魯時 那個位 我忘記一個英文 叫什麼名字 那個主席位 原來在這樣的程度 他們有一個 他們的法律程序 到時就由特朗普上台 這是其一 其二 即使不是 到2024年 這些 到時那個選總統 是選了什麼呢 還有一個 叫特朗普以前的 國務卿的蓬佩奧 這些都是一些 強硬的 鷹派的人物 還有很多 其實還有很多 不詳細再說這麼多 如果你是了解政治 又要聽政治話題的人 你可以 可能你已經在其他 不同的 時事評論裡面 聽過很多 也不用特別聽說 這個 只不過是說一些 給我一些 在我的頻道的網友 或者你本身平時 又不會帶花時間 去 去了解一些 世界局勢的變化 或者一些社會時事 這些各種的變化的人 你也可以 聽聽我 去參考一下 這些事情 我過往 預料過很多 一些政治問題的事情 雖然不能夠 百分百準 在我朋友圈 也有很多不同 就是要聽聽我的問題 因為我有一時 預測這些事情 都有六七成 有八九成的準確率 可能應該 如果 拿取笑 蕭若元 有一個叫燈神 這個綽號 可能如果我在這方面 我比他的準確率 更高 好了 接下來暫時 就講一些政治話題 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給大家去了解一下 如果你 留在香港 走不了 而又想走 的人士 現在 也不需要太緊張 暫時做著順民 至少你搞好自己的生活 再看一年半載 或者看下一年 政治走勢 即使李家超上了台 政治的很簡單 你上面最高領導層一轉了 隨便給個理由 你有什麼腳踏董建華下台 有家庭問題 梁振英 沒得選 家人 結你回家 林鄭月娥 你又沒得選 即使李家超 當特首 如果習近平 一失勢 換了一堆人 到時 你香港 都會突然 那堆人 李家超 都要換走 到時 香港 相對有一個時間 好 氣氛 沒有那麼緊張 所以暫時 走不了的朋友 不需要太過恐慌 再看定一些 如果你真的沒有能力走 你有能力走 就走 你沒有能力走 也不需要太過恐慌 冷靜些 去觀察多些事情的變化 這次主要講政治話題 是給一些 想走而來走不了的 一些香港的網友 去了解一些事情 給你一些參考 給你一些鼓勵 安撫也好 因為人有時候 你面對那件事 最重要是你那個內心 裡面很哩哩 很不安 反而那件事 你不知道怎樣去解決 你已經搞到自己 神智不清 或者很不舒服 變成一些心理疾病 雖然有一個 變成身體疾病 都會有 好了 今次和大家講的話題 就講到這裏 這條頻道主要是講一些 解決人生疑難的話題 如何在逆境生存 遇到人生挫折困境 有什麼方法去解決 主要不是講政治 不過政治也會影響很多人的人生命運 所以有時候 我都會講一些政治的話題 去參考分享一下 如果有興趣 去解決人生問題 這些話題內容 可以關注我的頻道 或者留意我遲一些影片 今次和大家講到這裏 bit 2 3 4 5 沒有 unk 5 5